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大使5月15号起将赴乌克兰、波兰、法国、德国和俄罗斯五国访问 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进行沟通 当地时间的12号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 对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欧洲多国进行访问是重要的 联合国欢迎任何致力于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举措 中国政府宣布了特别的主要预访 李辉会会参加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德国和俄罗斯 开始从明星期间 什么预访是美国的预访是美国的预访 我认为这个旅程是很重要的 它是重要的 中国和英国的预议和各种各样的预议和各样的预议 和其他预议和其他预议和其他预议 我认为,我认为,在讨论的谈论 我们欢迎任何东西 这会提供和我们向来的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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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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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米海洋里做出发 地震